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在德国看一套网上标注215万欧元的豪宅 看看这是他们的客厅,饭厅和厨房的设计 整个超大落地窗三层楼共享一个落地窗 这是他们起居间饭厅和厨房的总体概览 这是一层外面露台的风景 旁边还有小鱼塘哟 冬天晒晒太阳是相当惬意啊 这是画面另一个角度来看 远观整体的整个建筑总体情况 这是三楼的小阳台 这是三楼的过道 全景的落地窗这是到四楼了 这是四楼露台 实际上当的漂亮啊 车库门口的景色 这个车库很大可以停两辆车 这是一层 一楼呢包括一个内置的家庭影院 这应该是个一楼间 好看完三百六处全景图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具体的精美的图片 这是外观 你看这是车库的照片 车库和整个房屋的前门 养师图 这是入口啊 入口这应该是个鞋柜 上面上二楼左边是进入厨房和起居室 哇这个厨房 相当的现代感啊 是吧 整体是一个黑色的色调 一体化的厨房家电 应该都是德系的吧 这个厨房工作间很大哟 这边是一个电磁炉 前面呢是一个准备台 包括洗手池洗菜池 这边是个烤箱 这边是个灯 因为德国人炒菜 它不是那种爆炒 它吸油烟都是很简单的水煮啊 或者是用油去煎一个牛排啊 这样不会有特别大的味道 这个厨房真的是很大 又很很具有这种现代感 和那种乡村风格的设计 是完全两个格调 第二顶也是单独装修的 这边应该是木贴的 那个木头板 整个格调是相当高冷啊 看墙壁四周 墙壁都是黑色的 整个厨房操作台 这里面是摆了 比如说一些碗筷和餐具吹具 锅碗瓢盆都塞在这个里面 这是一个活动的抽屉 对面应该是冰箱 这是个酒柜看到没 这肯定是个酒柜里面放好多葡萄酒的 单独的一个酒柜配上冰箱 这边应该还有烤箱呢 这是蒸箱烤箱洗碗机 应该都在这边 德国人对厨房的追求 那是永无止境啊 厨房过来直接到饭厅 饭厅旁边就是一楼的二楼的客厅 这是客厅 相当大 它是把四个四层楼的整个外立面全部用玻璃框框住 一二三四层的空间是敞开的 全部都可以看到这个落地窗的玻璃 设计是蛮前卫的 这里还有壁炉 你看为冬天准备的木材 冬天烤火是妥妥的呀 这应该来到了二楼或是三楼的风景 可同样还是共享一个大的超大落地窗 这是从客厅的角度往外看 你看这个阳光 沙滩 沙滩没有 景色是 港港的呀 这在楼上了 楼上又是 楼梯是黑色 墙面是白色 全部都是黑白分明的这么一种设计感 棱角分明也是 非黑即白 很少有这种圆形的设计元素 应该是哪个设计大师设计的啊 那我还是想看它的 这是这应该是儿童间 我想看看它的主卧 再往下看 这个一半 这是它的儿童的卧室 应该是个小女孩吧 这样设计的很卡通啊 很粉红色 这种色调 卧室 儿童间带卫生间 一个小小的卫生间 一个小朋友用的 这是专门设计的小号的马桶 小号的这个洗漱池 这边是楼道 准备上楼 这边应该是一个卧室 那这个卧室看上去不是特别大 有点像是客人来访的卧室 或者一个次卧 这是顶楼四楼的露台 另外一个楼梯间啊 这也是楼梯是黑色的 墙面是白色的 这么一种设计 好马上应该是这边进入主卧了 这是主卧的一个浴室 浴缸超大的玻璃墙面 啊和洗漱台 哇这个浴室啊 这个主卧很棒啊 这这么一个超大的衣帽间的柜子啊 看到没 而且这个柜面是透明的玻璃 你可以把您的名贵的啊 珠宝、首饰、饰品的配饰 全部放在这里 一楼是整个铺满的地毯 一个超大的卧室 这个角度来看整个主卧 非常的非常的棒啊 主卧的外面呢 配了一个泡泡浴 这个东西应该很好玩啊 一家四口五口都可以坐在里面睡泡泡 冬天开温水 夏天直接冲凉 一楼的露台 夜景相当的美啊 人家还有空在周围的这个水里面养了鲤 鱼啊 非常大的院子啊 上下是错落有致 顶层有露台 这个一层这边出来是个露台 二层看没 二层一个走道出来 又是一个平台 三层上去到四层的顶部 又是个平台 这个设计的层次感是非常非常的强 各种空间都利用上了 整个外里面是一个玻璃幕墙 错落有致 不错不错不错 是夜晚的 打开灯光的情况 可以在外面看星星啊 烧烤什么的 夏天是再惬意不过了 有花有草 有树有水 外面看上去好像显得不咋地 其实里面是别有一番洞天啊 这就是德国房屋设计的精妙之处 你从这个外面你真的看不出什么东西 感觉挺一般的 这种很奇怪 很几何形的这个立面在外面 实际上里面是越走越大 好 整个房屋呢 售价是215万欧元 占地面积818平方米 居住面积450平方米 拥有11个房间 其中呢 包括四个卧室 三个卫生间 一个车库啊 两个车库可以 可以停两辆车的 这个房子 修造的年份是2011年建造的 也是非常非常新的了 对于一个房屋来说 10年根本就不算什么 而且在2019年进行了一次现代化的改造 包括它的卫浴系统 这些全面进行现代化的改造 帮修的风格是Luxures 豪华性的啊 采暖是采用的地暖 非常非常的棒 215万欧元 相当于大约1700万人民币吧 大家加油努力啊